HELLO 大家好 我是Hailey 今天這條影片是我的秋冬底妝用後感片第四條 今天這條影片的主角是Laura Mercier的這一款 它的名字是輕透水型潤色粉底 SPF 30 你們看到我現在掃紋出場就知道我會用它來上妝給大家看它的妝效、遮瑕度等等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一樣給大家看它擠出來的時候是非常霜狀的 它不會很流質 但很薄很薄 很容易推的 完全像一個Lotion的質地 你會看到它非常透薄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賣這個這麼小的版本 這個是25ml 香港就看到它是Double 它的尺寸賣430元 同樣給大家看看我掃眼的近鏡 黑眼圈依然在這裡 其實都是沒有毛孔問題的 我的抖印開始淡了很多很多 然後膚色不均勻 比較暗沉等等 我現在就上粉底了 這個粉底我發現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手推開 好了 其實我現在就已經上了這半邊臉了 是不是完全不覺得呢 它的遮瑕度其實也偏低的 但你會看到它的光澤感其實是有的 好像皮膚有一層很漂亮的光澤感 我現在上這邊臉先 好了 這個就是我已經上完整塊臉的效果了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對於膚色不均勻 或者是一些要遮瑕的地方 它也不太能做到的 但是它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 把整塊臉的膚色去做一個提亮 然後看下去是更加有光澤 好像一個比較漂亮的素顏 你看到如果你說頭髮的話它會黏的 但是一樣不會有頭髮的痕跡 而且你按的時候是不會有手掌印的 因為它本身的存在感也不是很強勁的 好了 那我已經化妝回來了 很明顯我已經上遮瑕膏了 但是臉的位置我都沒有上任何的碎粉 或者再加任何的底妝 現在距離我上底妝大約是20分鐘左右 你們都會看到粉底依然是非常貼薄的 已經設定好了 不覺得有任何黏黏感 但是它在這個下巴位 它就有一點點卡住了那些臉上的毛毛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這個位置是不太漂亮的 所以它現在在臉上是非常輕身的 由上妝到現在都不覺得自己上了一層底妝 不會有任何的局促感 基本上可以說是沒有存在感 如果你本身對於底妝的追求是要有一定的遮瑕度 有一定的妝感的話 這一枝的Tinted Moisturizer是完全不適合你的口味 我自己覺得它最多可以稱為一個有色的防曬 無疑它在臉上的光澤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但其實你會看到它是沒有什麼修飾毛孔 或者是皮膚紋理的作用 抗看能力方面 你看到頭髮開始越來越黏 就知道它脫得很厲害 你會看到基本上已經可以抹光了 遮瑕度方面 它絕對是偏低再低一點的遮瑕度 基本上任何的瑕疵都遮不了 你不會想用它去堆疊幾層去做一個遮瑕度出來 而持久度方面 因為它上妝的時候非常之薄 所以它脫掉也不會脫得很明顯 它可以慢慢地消失在這個塵世之中 保濕程度方面反而我覺得它做得不錯 它是一個很薄貼 甚至乎我覺得它像一個素蘭霜 或者是一個有色的Lotion 多於一個有妝感的粉底 而它的胸油能力我自己就覺得相對地有點低 我又一次就用它來逛生 其實只是逛了三個小時左右 其實皮膚狀況就好像完全沒有塗 爆汗的照爆汗 出油的照出油 又抹的又抹了它 回家再洗臉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我一樣做一個小總結 在我這四個底妝review來說 我覺得其實我不會把它列入為 另外三支的同一個類型 有什麼人是適合用它呢 首先就是大學生 我覺得學生 由你未試過化妝 演變成想慢慢的開始學化妝的話 但又不想一想 就被同學發現了你今天化妝了 其實這一類型的產品是非常適合你的 第二很適合一些皮膚完全沒有任何瑕疵的人 你用了它就可以令你皮膚上的光澤感更加漂亮 由一個很漂亮的皮膚去另一個層次 變成一個超級無敵的素顏 它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自己如果去做運動的話 都蠻喜歡用這支的Tinted Moisturizer 因為它可以令我的素顏沒有那麼恐怖 看起來好像有血色和氣色之餘 但就不會覺得為何要帶妝去做運動的感覺 我以前也有用過它舊版的Tinted Moisturizer 也有幾年前 我自己就覺得新版這個方法是更加更好的 以前那款是比較稠身 推開的時候沒有那麼水潤的 如果你也是追求這類型比較透薄的妝感 但覺得以前那一代的Tinted Moisturizer太厚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去嘗試這個Tinted Moisturizer 這個新版在質地上我非常喜歡 這就是我對於LauraVersier新版的Tinted Moisturizer 用後感和評價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新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現在時間是10點30分 距離我上底妝已經有10小時 其實你可以看到底妝的持妝度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已經脫了10成 因為眼底的遮瑕就是Tinted Moisturizer 你會看到其實保持得非常好 我今天是有大部分的時間 超過6小時都是在戶外的 所以軟體的妝效 就不會溶到很噁心 或者有什麼很尷尬的情況出現 近鏡給大家看一下 粉底已經完全沒有了 你摸下去已經是本身皮膚的感覺 然後要遮瑕的地方 全部都已經顯出來了 反而今天眼妝和胭脂非常非常持久 到現在我是完全不會補妝的人 也保持得很好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 但是今天又不算出很多油的 還好所有的狀況 希望大家喜歡看今天這個review 也是更為安她的 5份晚吃 獲得更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